我手上 这是一台华硕的笔记本 相信大家都认识吧 插电之后呢 5万大电流 相信大家都熟悉吧 5万大电流 按理来说呢 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但是我拆开护盖 看到这个内部结构 我就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一款笔记本太太太容易烧CPU了呀 实测供电确实短路 供电的组织是2 CPU供电的组织也是2 不难发现 供电的组织与CPU供电的组织一致 而且呢 供电CPU供电上管这些小小的MOS管 极其容易击窗 击窗的后果就是把CPU也给带走 好 这个管子烧了 它的积极对地组织很低 明显不正常 这一路CPU供电已经挂了 把这个主板拆了出来 主板的背面有些许的灰尘 这也正常 毕竟四五年的老笔记本啊 灰尘不影响这是故障 这故障完全就是通病了 本来呢 我是想去换版的 但这个主板太老了 而且华硕可能也知道这个容易烧CPU不给换 于是乎还是给大家修一下吧 首先呢 这个烧掉的MOS管肯定是要给它换的 MOS管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MOS管我还是尽量给它挑新的买 拆机的我怕又烧了 它虽然说只烧了一个 但是它总共是有六个 还是把它全部换掉吧 六个MOS管全部取下来 装上新的 避免修好之后再烧另外一组 六个MOS管全部换掉 还有上面的电容 我发现华硕在这个位置省了两颗电容 这边处理好了 背面这一颗斜控也要给它换掉 不换心不安 供电这边处理的没问题了 也没有短路 保护隔离管子也得换掉 毕竟是5A大电流的主板 这个管子必收 电路上面整好了 先来通电看看 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开机之后果然是使电流1.2没有跳变 但是还好CPU供电已经全部出来了 各一组波形都正常 说明那几个MOS管换的都没有问题 下面的工作就简单了 把主板加上焊台 把它的CPU给取下来 这一款主板CPU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一个i5 8代的处理器 这个电脑其实修的话也不难修 主要就是怕反修 而且反修的话搞得不好 又烧CPU就很难受 好 那么说句话的功夫这个CPU已经换好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焊到位 OK 装上内存 再次通电 电流明显比之前高了一点 并且有了一些跳变 跳变了两到三次 这个电流一看就是要亮机的电流 这电流一看CPU就已经干活了 自己那个死电流一看就是CPU没工作 装机装机 把主板装上去 简单拼一下散热 看一下能不能显示 这个散热也是够盖的呀 太抠了这一眼 随着电流的不断跳变 屏幕又被成功点亮 可以进入BIOS i5 8300H处理器 装了一盘 直接进入系统 卢大师看看他的配置信息 i5 8代的处理器 GTX1050Ti的显卡 还行 2018年的终端配置了 还不错这个电脑 希望换的CPU与供电能顶几年啊 不要用两天就炸了 那也太悲催了